我們是停著的 然後被他撞 斷我的人爸爸說 你開就比較壞 我們就要撞你 施法程度也讓我夠生氣 傳訪一次不到 第二次不到 偵查隊會傳訪一次 再沒有的話 送到地檢區 於是乎我們去到地方法院 果不起來也是沒來 我就傳訪他一次 有一天 接到地方法院打過來的電話 我要告訴那個人 誰會被關你 去年的年4月左右 我們被撞了 我們發生了車禍 然後那車禍發生的經過呢 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騎機車載我 我在後座 載一個路口等紅綠燈 然後就莫名其妙有一台車 從我們後面右後方 這樣撞過來 然後我們就被 往前撞了一些 然後往左倒 其實超級危險的 因為左邊就是 車道 對 汽車的車道 好險那時候沒怎麼樣 就是身體有一些擦傷 擦撞傷這樣 從右後方撞我們的呢 是一個 2000年的年輕人 然後騎著狗狗肉 還沒有戴安全帽 然後頭髮呢是平頭 有必要講那麼仔細喔 有 反正呢他也沒有造勢逃逸 他是停下來 然後跟我們說 不好意思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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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蠻客氣的 對然後我一下車 我看到他說 你怎麼沒戴安全帽 尼卡他直接去 馬爾江 我是把他抓著 你不要衝動 你不要衝動 被撞的感覺是 他明顯就是想要闖門燈 只是他可能距離沒抓好 我發生 車禍的當下 我跟尼卡 我還是這樣子來跟他聊 跟尼卡在聊天 被撞到的時候 我的那個視覺啊 是看天空 然後轉過來 然後到地板上 因為他 撞的衝擊又蠻強的 我的車 我被往前撞 飛一小段距離 沒有到飛很遠 因為我覺得他車速 車速真的是 蠻快的 因為我們後來有 掉電視器出來 剛好我們被撞的地點 是在警察區前面 警察自己出來 聽到聲音他自己出來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聯絡交通警察 過來寫筆錄 然後對方也沒有跑 當下寫筆錄的時候 對方說對不起 一直說對不起 他後續會處理 只是他還有工作幹嘛 他要去 現在要忙 反正我們就留下來聯絡資訊 警察做了 筆錄 後來就各自離開了 然後我跟尼卡 就是有去醫院 然後有去 就查藥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 發生這件事情的當下 哪怕說你真的沒什麼大礙 都去醫院看一下 對對對 有個指南證明 避免說日後 發生什麼樣的事情的時候 裡面有個依據 我的心態是 對方年輕人沒錯 但是 防人之心不可無 所以我跟尼卡 有去做這件事情 雖然說傷不嚴重 但是還是有受傷啦 然後帶在他 也好像去驗車了 對驗車 因為他的車子 用後半邊 基本上是被撞壞了 我有排氣管啊 燈啊 車殼啊 什麼都被撞蛋 要還 不然也怕危險 但在當天他就去車行 問他說 這樣修要多少錢 算我們那個年輕人 他也跟我們說 我們去看車子 要修多少 他就會賠 我去驗車 算我維修的部分 把他復原花多少錢 大概是兩萬三 兩萬四那邊 然後我跟尼卡 那時候回去討論說 那年輕人 搞不好工作不穩定 到底是賠兩萬多 可能不行 不然都是便宜一些些 不要跟他拿那麼死好不好 我說可以 但是呢 我的主張是 我還是想看 他對方的誠意到哪邊 我可以跟他說 他學完我拿報價 他給他是兩萬四千多塊 他跟我講 他能力到哪邊 我們可以來討論這件事情 對 OK 這部分都OK 然後 所以這是我們的預想 當天 我覺得還算順利 但是隔天之後就變了 對 換成是他的父母 都被我們 跟我們談這件事情 首先是他的媽媽打電話來 後方聽得出來 他的爸爸也在旁邊 然後他的媽媽呢 講話態度非常之糟糕 對 用非常的糟糕來形容 就是姨父說 我們幹嘛賠你那麼多錢 那個車子又不是新的 不會全部都賴到我身上啊 他問我說 我車廂報多少錢 我跟他說 我車廂報兩萬四 然後他就說 這不用那麼退啦 車子不是新的 他就非常匹配給我 我什麼話都不用講 他就一直在那邊講 他就說 這也不全然都是我們的問題吧 就想說你在說什麼 欸我等紅燈 我被你一直撞 為什麼 就是你的問題啊 他就是一直說 自己兒子做什麼都沒關係啦 沒有強制險 沒關係啦 他沒有答應全罷 沒關係啦 你兒子要闖紅燈 然後說沒關係啦 說那不是問題啊 那不是重點啊 恐龍家長 我們當時還有錄音 對 我們還有錄音 我只要時不時 我都把那個錄音拿出來聽 會讓我的氣音更高一點 讓我堅持 我後面要做的事情 但是呢 OK 下午的時候通完電話 感覺很糟糕 反正但是有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說 他覺得我報兩萬是太貴了 他要求我去他們家長行 修車的車廂 去重新估價 我說沒問題 對 然後我把這件事情讓我爸知道 然後我爸就怕我會做什麼衝動的事情 所以我爸跟我一起去跟人家覆約 我把車牽過去 然後我這邊就是我跟我爸 重點是 壯我們的那個人不在 對 壯我們的那個人不在 反正這件事情變成他父母在處理 對 然後我去聯絡壯我們那個人 他完全不理我 我打電話不接 然後還有以毒不回 以毒不回 對 以毒不回 我會覺得說 靠 現在是怎麼一回事 我的內心的想法是 所以你要讓你父母來處理嘛 然後我的想法也很簡單 有人要幫我處理也還好 對 那長輩怕小朋友不會處理事情 所以長輩要出來幫他處理的事情 那我覺得OK 但是呢 怕爸媽越處理越糟糕 後面在講 反正當天 事發經過就是我們去了 把車的給車廂 他會打電話過去問 什麼東西多少錢 什麼東西多少 原廠多少錢 四品兩品多少錢 那咕一咕 在他去報價的同時 我跟我爸跟他爸媽 就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跟下午電話講的一模一樣 他爸爸跟他媽媽就覺得說 阿你的車不是全新的 然後我跟他說沒關係 我們先不要講價錢 等到你的車廂老闆 估完多少錢之後 我們再喬 這都可以 因為我那時候車殼 已經被撞到 就是說我前面的線已經夠出來 零件有噴出來 然後車殼有裂掉 我怕說這樣 萬一電腦壞掉怎麼辦 我車裡是有電腦搭 萬一燈 有什麼問題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該秀燈 真的要秀 而且我排氣往他撞凹耶 他就說什麼 他兒子騎的車 那個狗狗樓 也有破掉啊 意思就是說 他兒子也有受傷 叫我剛剛他們計較 然後我剛剛說怎麼可能 我等紅燈耶 今天不是說我在路上 沒打方向燈 或是跟他相撞幹嘛的 不是 我在等紅燈 我們是停著的 我們的速度是零 然後被他撞到 想到後面的時候 我有點火氣也上來了 但是在這邊的時候 他的報價也出來了 他們的老闆 報出來的價格 是大概兩萬二 兩萬三那邊 我跟他說來啊 現在價錢出來了 那不然你跟我講 這個錢 你可以賠多少 他說不可能 兩萬三不可能 換我爸就換我講話 我爸就說 那不然你覺得多少錢可以 他這句話是問我 問我說絕對可以 我跟他說 不然這樣子好 就 也不要在那邊 兩萬二 兩萬三 兩萬四 就兩萬塊 結果我爸問我說 不要啦 這個車也不是行的 我爸問我 一萬八好不好 我就說 OK 可以 因為我就只想把這件事情 處理好而已 對方的那個 態度真的很差 突然就壓起來 他說不可能 一萬八不可能 這東西喔 最多最多啊 六七千就差不多了 然後發現在過程中 一直在嫌棄你的車 對一直在嫌棄 一直在嫌 車那麼爛什麼什麼 結果後來 他爸爸就講了一句話 讓我爸突然抱走 那個撞我的人 爸爸指責我說 你開就比較壞 我完全不能想翻桌 我爸聽完都只能想翻桌 你知道嗎 讓他樂到我現在想脫壞 脫衣服 那我超生氣耶 聽到最後 我就說好 我們不用講了 就問你 兩萬二 兩萬三 要不要陪 他說不可能 我說好 那不用講了 我要告你 他說好 你就去告 你就去告 隨便你 該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對 現在開始 我不會跟你講任何的話 從現在開始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於是我就告他了 OK 好前面這個故事前半部分可能很長 大家聽到這邊也可能會生氣 我不知道 我覺得從頭到尾都是態度的問題 對 後面換我要走司法程序這一段 走司法程序這一段也讓我夠生氣 這是民事啦 民事損失的部分 在中華民國的司法 真的是有夠難告人 因為你要先讓他調解 然後調解不成立才可以告他 如果說你直接去告他的話 他也會要你說約段要出來調解 對 一定要先調解啦 而且調解一定要約兩次 會很花時間 那我先講我第一次收到調解書的時候 收到兩份通知書 欸 為什麼 我要告的那個人也在寄到我的戶籍地 欸 是怎麼樣 所以他也會收到兩份 我們也會收到兩份嗎 我還問警察說 為什麼我會收到兩份 這個人是我要告的人 為什麼會收到他的通知書 派出處後警察回答我說 我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對方也有啊 我說你確定嗎 他說確定 我說好 OK 結果後來時間到了 去調解了 我們等了快一個小時 對方都沒有來 所以第一次調解不成立 但是呢 我去問了那個 服務台 服務台的 我說為什麼我會收到兩份調解書 我拿出來給他看 他們去看了一下 發現那個警察寫錯地址 記錯了 那個警察呢 他兩份都寫到我家的地址 我覺得很嚇 超嚇 被告沒有收到調解通知書 對就浪費了一個月 我就很生氣 又問他們的櫃檯說 可不可以幫我改 他說可以 OK 他改完之後 我又馬上回到 當時我報案的派出處 我去罵那個警察 你有罵他 其實我沒有罵他 我就問他 就質問他說 為什麼你會這樣搞 犯這種低級錯誤 你有這樣講低級錯誤 有 我有說 我沒有指著他這樣講 我就說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你不覺得這是低級錯誤嗎 來到真正的第一次的調解 對方還是沒照 所以我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跟他浪費了三個月的時間 他都不到 去馬上跟他拿那個調解不成立 但是我在跟他申請那個東西的時候 我有問他們的服務台 就是調解委員會那邊 問他們說 對方那個人 他的家人 都不知道這件事情嗎 他說他們知道 而且他們都有打電話通知 但是對方就是不在意 他們也不接電話 對 就是接完電話之後 只要看到事情打過 他就不接了 問我說我有沒有打過 我說我沒有 我也想跟他講很多廢話 因為是他的爸爸跟媽媽跟我講說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對 他就委員會跟我說 這委員就告到底 有調解不成立的話 就可以告他那個過失傷害 我的用意是用心事 然後到時候會附帶民事的方式 要求他強制出面來處理這件事情 這樣他可能會有一些刑責的問題 再加上賠償 對 現在有的東西之後 他們會傳喚對方 會傳喚到案的說明 傳喚一次不到 會傳喚第二次 第二次不到的時候 會把這份文件送到偵察隊 偵察隊會再傳喚一次 再沒有的話送到地檢區 你看我都記得喔 記憶猶新喔 於是乎我們過了大概七八個月 迎來了第一次的開庭 對 我們去到地方法院 我們就討論說 他到底會不會來呢 會不會來 我們也有發現的動態 問大家說 大家覺得他會不會來呢 果不起來也是沒來 然後我就問法官說他為什麼去處理 他們說他們還會傳喚他一次 如果他再沒到 他們就會送通緝 我就會覺得說 哇 原來要被通緝啊 要那麼多次的味道 一定的啦 而且這過程中 將近快一年的時間 我覺得 那要被通緝也不簡單啦 對 但是後來發生一件 也很瞎的事情 瞎爆的事情 我有一天 突然我接到地方法院 打過來的電話 原來 我要告訴那個人 他早就被關了 他因為其他的案件被關了 而不是因為我的案件 在調一些資料的時候 才發現說原來他早就被關了 所以等於說 我們在地方法院 他沒有來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其實已經被關了 可是我覺得很瞎的是 為什麼開庭前 他們會不知道他這件事情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我這邊要在影片裡面 嚴正 因為快選舉了 想要呼籲所有的政客 麻煩重視一下台灣司法問題 不管是漏洞上的差錯 還是效率跟流程 完全就是 非常的糟糕之外 這種事情 我覺得不應該發生耶 對啊 感覺很像 跟縱向的資訊流通都很差 好 不管他 他跟我講他已經被關了 那我跟他說 那所以說 我會跟他開庭嗎 他說不會 因為案件出來之後 他馬上對他開一個檢驗庭 就會有判決出來 我說好 沒問題 我等判決 結果鼓不起來 又過了大概半年 判決出來 過失傷害罪成立 對方要被判處三個月的有期徒刑 可以一顆罰刑 因為對方他並沒有出來 以前也沒有提到任何的民事賠償 所以我 去的地方法院說 我不服這個判決 我要求刑事附帶民事賠償 不服上訴 對 我不服上訴 不服上訴之後呢 我們就是會告到高等法院去 我們是去年 4月 4月的時候發生車禍 終於在今年的10月呢 我們到了高等法院開庭 我覺得經驗真的是還蠻酷的 第一次到高等法院開庭 而且 真的就長得跟電視劇一樣 照管理又只要開庭 你都會在限時動態問大家說 最近他時間會不會到呢 我們要提早10分鐘到現場 我們坐在那邊等他 然後法官也等他 開庭的作品就是 先確認我身份 然後確認一下中間 事發的經過 對 反正都OK喔 就準備一定要結束囉 警察官呢 他確認完我們的身份之後 他就幫我 一直跟法官回報 他說被告無回憶 什麼也沒道歉說明 原告不服三個月的判決結果 要求加重刑罷 就這樣子 準備法官要判決要下去的時候 那一刻 被告 出現了 很久沒看到他了 然後他出來 就講他是誰 然後 馬上他就入庭 然後就開始問他 有沒有什麼 犯罪經過等等 他就認罪 結論是 原來他就是在被關的期間 他也有 上訴 不服上訴 對 他認為三位太重了 他希望可以重量 來去做執行這件事情 但是 法官就講說 他當時提出的不服判決 已經晚了那個 最後的時間快一個月了 然後法官也不想跟他 阿Q 也不想跟他辯論 他說好沒關係 那麼 現在 他就問被告說 你有沒有誠意要跟那個原告 做和解 他說有 他願意用 當時所提出來的兩萬塊 跟我做和解 然後我就看一下我老婆 我就搖頭 對搖頭 當時要兩萬塊你不要 然後搞到現在 中間你都沒有出現 也沒有 任何的回憶 沒有跟我們道歉 加上你的父母態度又如此之差 我覺得他的爸爸 就在羞辱他 對在羞辱我 他羞辱我也羞辱我爸爸 後來我就覺得搞到現在 我不願意兩萬塊 法官就問我們說他願意要多少錢 我們兩個就稍微討論一下 我們就跟他講一個金額 我們要 三萬塊 會不會很弱 真的 很弱超弱的 他也說他剛出獄 他在找工作 因為我覺得說我們也沒有想要四字大開口 而且 我們講再多他付出來也沒有用 現在原告願意要想讓 他說他希望用三萬塊跟你和解 你願意嗎 他說OK 但是他要分期 他原本兩萬塊就要分期 我剛剛沒講到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說分期 重點是你繳得出錢來嗎 因為那時候你這樣跑掉了 我相信他了 對呀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那個 當時要處理的時候你不處理 然後叫你爸爸 你爸爸來跟我處理 然後你爸爸還這樣修辱我 結果他就說 他講一句經典的名言 他說 我爸爸不能代表我 對 當初為什麼你不自己來處理就好了 對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不來處理 然後就不講話 我就問法官 我就說 是不是 今天 哪怕說我們跟他要十萬塊 他付不出來也沒有辦法 他說對 沒錯 但是他可以要求他強制執行 強制執行的顧名思義就是說 如果被判這東西的時候 你的名下的戶頭 有任何的錢 都被扣住 會轉到我這邊來 強制執行 但是只要他名下沒有任何財產 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所以我就問他 這三萬塊 一期五千塊 我們兩個同意讓你分期 你還得出來嗎 他跟我說可以 OK 好 那我們就願意牽制 但是他提到一件事情 他說 要求我們撤告 他的目的在這裡 然後法官聽到說 這邊是高等法院是不能撤告 再加上你目前有前科 所以也不能量刑 雖然當下我們那個高等法院 在庭上的時候 我們達成和解 但是這份卷宗還是會往上送 高等法院的那邊去裁決說 他這三個月要不要去加重 就真的像他父母講的這樣 該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開庭就這樣結束了 很多人看到這邊啊 你會覺得說 搞不好會有一些正義某人 會覺得說 蛤 這對夫妻怎麼那麼狠啊 讓一個年輕人這樣子搞這種事情 今天真的不是我想搞他哦 大家聽完這些過程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一個東西 從頭到尾 不管是他的父母也好 他本人也好 這一連串的行為 都是他自食習過 給他很多機會 倒暗說明 倒停跟我來講這件事情 但是他都沒有啊 我覺得他至少有一次 可以主動聯繫我們 跟我們道歉什麼的 我都覺得還OK 搞不好我們也不會真的 搞到底 對 他有我的LINE 他有我的電話 他有我公司的地址 他有很多種可以聯繫我們的方式 但他都沒有這樣做 從頭到尾 他都是非常的不負責任 消極 加上他爸媽的態度也是非常差 然後我覺得 我們會真的很想要搞到底 是因為 我覺得他 就是應該要為這種行為付出代價 而不是說 好像他因為年輕 全部人就要體諒他 或者是說 假設今天我們放過他 他是不是覺得說 那這樣子沒關係 然後就會做出更嚴重的事情 對 或許這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有點像以暴自暴 但是今天 說真的 很多人他們都會檢討受害者 欸為什麼你要對他那麼訣 不要那麼訣 欸說真的我們是受害人 對 他是加害者 不要再檢討受害者 我覺得這個影片啊 就是呼籲這樣子的知識 給大家分享一下 對 今天我給對他很多機會 不要說我給 政府 國家也給他很多機會 走到這一步 說真的我不樂見 拿他說這三萬塊要不回來 我該怎麼樣還是會怎麼樣 比如剛剛講好的嘛 對 對啊你不能反悔啊 但是 必須要跟大家講清楚 如果說 今天你對這個人 稍微放軟一點的話 大家要看事情 未來他害到其他人 會不會令你都有責任 反正這件事情的過程中 我也跟大家講說 以後小孩子絕對不可以教成這樣 然後也不可以當這樣的父母 沒錯 很好的借鏡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 這次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